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是一家總部位於北京的生物高薪技術企業 而在納斯達克上市 科興疫苗是中共當局批准在大陸使用的疫苗之一 由於中共禁止任何外國疫苗在中國銷售 包括歐美廣泛使用的輝瑞和莫德納疫苗 所以就形成中國自產疫苗獨大的現狀 一家製藥公司醫學總監朱偉告訴大紀元 中共採取這些極端清零政策 說明它實際上對國產疫苗完全沒有信心 它也不進口疫苗 如果真的解除這種嚴格的封鎖的話 在缺乏情急免疫的情況下 新冠病毒肯定會快速的傳播了 她表示 中共並沒有將民眾的健康放在首位 因為如果她真的是考慮到民眾 抵抗病毒的侵襲的話 她可能會考慮 像其他國家一樣 努力爭取有效性更高的國外疫苗 包括輝瑞疫苗 莫德納疫苗 強生疫苗 他們肯定效果會更好 中國目前的現狀是 儘管中共宣稱 中國已經有超過10億人接種疫苗 但並無法抑制疫情的擴散 科興疫苗與國際其他疫苗相比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 新加坡衛生部長1月10日披露 研究數據顯示 中國研發的國藥和科興疫苗 在完全接種後的染疫死亡率上 高於莫德納和輝瑞疫苗 尤其是接種科興後的染疫死亡率最高 如果按每10萬人的死亡率計算 接種中國產國藥疫苗後 仍死亡的人數為11 接種科興疫苗後 仍死亡的人數為7.8 接種輝瑞和莫德納疫苗後 仍死亡的人數分別為6.2和1 新加坡國家接種計劃 未納入科興疫苗 因為缺乏數據證明該疫苗 在對抗Delta病毒上的效力 新加坡衛生部 在去年6月7日就發布聲明說 目前納入全國接種數據的 只有接種過莫德納和輝瑞疫苗的人 排除私打科興疫苗的人數 此前香港的研究也顯示 科興疫苗預防新冠病毒的效果不佳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在2021年12月公佈的研究結果發現 如果三劑都是接種科興疫苗的人士 沒有足夠抗體水平 抵抗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株 而如果第三劑接種輝瑞 前面兩劑接種輝瑞 或者是科興 產生的抗體水平 則足以抵抗 歐米克羅 耶魯大學和多美尼加共和國 衛生部聯合進行的研究 更進一步質疑科興疫苗的效果 他們的研究認為 如果前面兩劑使用的是科興 即使第三針使用輝瑞 對於預防奧米克羅的效果 仍然不佳 他們的研究顯示 接種兩劑科興疫苗 配搭輝瑞加強針 產生的抗體水平 類似於兩劑mRNA疫苗